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炮 這次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泡麵頭對銀蜜傑 那騎手呢最好是想辦法去抓泡麵頭 基本上在很多的對局喔 騎手沒有泡麵頭就可以全換喔 這個騎手非常棒喔 有飛愛又有泡麵頭 然後又有法術可以拿來接場 那這樣看起來這勝率就會蠻高的 那對手也算是蠻好的一個騎手 那這邊呢我們就趕快用一些法術去接場 盡量呢把這個排局往後拖 然後讓這個鏈少扣一點血 都是很重要的關鍵 那泡麵頭呢在第五回合的時候是最強的 所以盡量呢保持在第五回合的時候有三格法術 可以直接做一個combo 或者是能夠確保下下去的泡麵頭 能夠不被對面解掉 那我這邊呢是直接選擇捏掉了 423的那個招引人 那樣算是對手的key牌喔 因為他如果招回去 又再招一次的話 那就會變得非常恐怖 非常危險 所以我就直接優先把它捏掉 那對手的起手算非常不錯喔 所以我們現在血線有點危險 只剩3D囉 那當我們泡麵頭下下去的時候啊 就趕快使用這個靈光電火球 來開始蓋炮台 然後維持場面 不要被對面打崩了 那在下泡麵頭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對手的水晶 有沒有辦法有沒有可能 可以把你泡麵頭解決掉 那如果手上呢 是有這個雙重戒律 那這會更好 基本上就活下來的機會就非常大 那到第六回合呢就會變得非常強喔 然後這邊呢 我會選擇主動出擊 是因為對手完全沒有水晶了 那我是希望能夠把他一些場上的怪解決掉 未來的路會更穩 這邊我會直接下雙重戒律 保一個磚頭 是因為我是想趕快把場面給鋪起來 而且對手已經沒有水晶了 所以是很穩喔 這邊選擇直接抽牌 而不是直接下飛愛 是為了說 第一個可以讓我們泡麵頭趕快升級 再來呢就是因為手上的法術都很大 那要再觸發這個扣兩個消耗的效果 已經有點難 對手在這邊打得非常激進喔 就想說讓我還沒長大 就直接被他打爆 可是我覺得對手有點可惜 就是他都沒有流水晶 那這樣讓我在解牌上 就非常的不用去思考說 他有沒有什麼反擊的手段 那我這邊呢選擇下飛愛呢 是因為我是想把這些法術 在之後呢 拿來當做一個反打的手段 然後也是一個很好升級的機會 然後會給對面更大的壓力 喔 喔 然後可以唸 喔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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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在這時候居然想選擇召回我的泡麵頭 幫我回個血 那這邊呢我會選擇下雙重戒律 就只是為了要多一個砲台 然後讓檯面還撐得住喔 因為不然我的泡麵頭被招回去 我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我場面上就只剩兩隻怪 那是非常危險喔 就可能下一回直接被打爆 那這邊大家有看到 如果我上一回合真的沒有做的話 那我的情況就會變得非常危險 那雖然說我已經用這個震盪掌 暈眩了他的小老鷹 可是還是怕說會有意外喔 所以這算是一個基本功喔 你還是必須要把一個角色擺盪去擋一下喔 雖然說對手已經沒有水晶 絕對是無法解決這個情況 但是呢就算他有四個水晶 我一樣會讓泡麵頭上去擋 因為對手已經沒有手牌了 他已經後繼無力了 所以就算泡麵頭死掉 我們一樣是能贏 所以泡麵頭上去擋是一定要的喔 那現在我們的檯面呢比他厲害 那手牌比較多喔 那到這邊呢 大致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哇操 怎麼又招一堆啊 真的是 一波還未聘息 一波又來清息 那我這邊呢會選擇想要進攻 是因為 場面太滿了喔 所以呢 看能不能 淘汰一點 再上新的東西上去啊 然後順便呢 減少他的場面 那我們現在手上呢 有兩張招回還有一張底子 超級穩啊 超級穩啊 那我們這邊呢 然後直接把他的 他的怪直接捏掉 然後可以再蓋一個砲台 讓檯面更穩 哇 對手怎麼那麼多牽引人啊 太扯了吧 太扯了吧 那我這邊選擇先下一個322 是因為 是因為 對手水晶還有多 而且他還捏了一張牌 所以是不能直接用法術下去打喔 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他手上捏的是底子喔 可能我們就會爆炸了 好 那希望這一集的講解呢 對你們有幫助喔 那喜歡我的朋友呢 不妨幫我點讚 訂閱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那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跑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